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CSHOP面向对象编程系列课程 本节课是我们该系列课程的最后节课 所以我们对前面学过的面向对象编程进行复习总结 首先本系列课程讲了继承 通过继承我们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对象森林 继承家族 当我们通过继承机制进行构建对象的时候 我们可以大大减少代码的重复率 那么我们把重复的代码放在积累当中 派生类自动会继承 那么接口是一种高度的抽象 通过接口我们可以把毫无关联的对象统一的管理 当然继承通过积累也可以统一的管理 那么虚函数在派生继承过程中 可以对某些函数进行重写 体现出此类的一些个性 密闭方法就是终止继承的一种方式 使得某些方法不再能够重写 我们课程中举了拉布拉多那个犬的特点 它是一种非常具体的狗狗 它的某些方法无法再进行重写 好那么这就是继承 然后我们学习了静态类和静态成员 通过继承我们产生了整个派生继承的一个类的家族体系 宠物狗狗猫猫等等 那么在狗狗类当中 如果我们某一种类当中 我们想要共用某些数据 比如说狗狗的数量 我们就可以通过静态成员来实现 静态类呢 可以对我们已经有的类进行一些扩展 静态类静态成员就是一种共享机制 然后我们学习了操作服重载 在操作服重载当中 涉及到了装箱拆箱这种影视转化 那么装箱和拆箱 我们应该尽量避免使用 因为它有性能的损耗 虽然它可以统一管理 但是也给安全和性能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那么运算服重载呢 就是利用加减乘除等等现有的运算服 对它赋予一种新的含义 使得对我们自定义的对象 可以更加的简洁的进行操作 但是前提是 你重载的运算服务和对它赋予的新的含义 必须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操作服重载 提升我们的开发效率 那么对象呢 我们可以通过继承来进行派生 可以通过范形构建一个模型 来不断的铸造出不同的类 不同的方法提高我们的开发效率 范形接口呢 在我们后面学习的集合当中 也平凡的使用 我们在集合当中 比如说列表 我们就使用了 继承了各种范形的接口 所以列表它是一个范形的类 范形的容器 那么我们想装int就放入int 想装dog就放入dog 想装猫猫就放入猫猫 所以通过范形 才有了我们的后面的 更加强大的集合 那么我们写宠物商店 我们需要统一管理 各种各样的对象 我们就需要集合 需要一个更加强大的容器 来更加方便的管理我们的对象 那么也就是 使用集合的过程 其实就是站在举人肩膀上 进一步开疆扩土的过程 那么不同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运用不同的集合 比如我们去存出狗狗 一个笼子 我们其实可以运用动态数字 或者是列表 那么当我们需要通过键 来访问值的时候 就可以运用字典 站呢是先进后出 然后后进先出的一种容器 对列呢 就像一个羽毛球筒 先进先出 后进后出的一种容器 根据巨的情况 我们可以使用不同的容器 来实现我们的目的 我们通过继承 构建了对象的森林 通过静态的机制 我们可以在对象之间 共享数据 后面我们学习了操作符重载 那么使对象的操作更加简便 通过范形 我们使得对象得到最大化的扩展 最大化的节省我们的工作量 通过一个类的模板来构建类 通过一个方法的模板来构造方法 集合可以管理对象 那么最后我们对象之间 可以通过委托和事件 来拉完的表达式 那么这些语言机制来进行通行 这些强大的语言机制 我们可以构建我们的面向对象程序 那么面向对象编程 在当今是非常主流和流行的 非常重要的 那么大家通过学习面向对象编程 能够在今后的工作中 发挥它更加强大的优势 写出更加优秀的代码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